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度的连接其实神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 昨天我跟一位贵州的同工在分享 他说三年前来的时候我还蒙蒙懂懂 一开了这个会以后我的心目全开了 所以他每年都来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灵灵的眼睛真实地看见他 用灵灵的耳朵真实地能够听见他 阿们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教会转型面对的冲击和更新 我先从一个遇到的故事讲起 有人这么说 有三个人在砌砖 有人就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 你这是在干什么 第一个回答说我在砌砖 第二个回答说我在砌一道墙 第三个说我在造一栋房子 其实啊你在教会的属灵生活中 在教会的建造中你大概同样可以听到 永远可以听到这三种不同的回答 我今天的题目是很大的 教会转型所面对的冲击和更新 我知道就我这点牧会的经历和学习的一些经历 其实是很难讲透这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在讲砌砖的时候 弟兄姐妹啊 牧长同工啊 你在下面可以想得深一点 也看得远一点 这十几年来 我开拓和牧养过两个完全不同的教会 一个在架构上可以说 是我牧师一人负责制 会众大都是新移民 是我一个一个亲自带领信主的 教会的场所前几年也都在我的家里 教会中什么样的大事都是我说了算 从聚会摆凳子 讲到饭后 讲到完了的饭时 都是我一个人做 同工们只是我的配搭和帮助 至于今天许多的开拓不久的 城市教会很像 我看那个时候 神也很祝福这种极权式的组织架构 每个礼拜都有不少的人信主 没有多少年 我们从中还出了四位牧师 大家看到 今天带领我们穿红衣服的李林牧师 就是从我们教会出来了 四个牧师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加拿大 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大陆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了 而今我所牧养的教会 照着国内的话来说 是个典型的高学历的白领的教会 而教会的组织架构 这是一个正在转型中的 众长老负责制 我牧师的角色 只是神话语的执事 目前我们教会平均信主年龄 已经超过了十年 而长自同工中 信主的年份比我更长 超过二十年 在第一个教会中 我就像一个父亲 而现在这个教会 我自多算一个兄长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 如今我在第二个教会 服事刚满五年 在一群信主多年 又满有恩赐能力的 弟兄姐妹中间 作为一个牧师 我经历了不少的冲击 我想这大概 就是今年的大会 为什么要我来讲 这个又大又难的话题的 一个原因 过去的几年 我曾经注意到 国内城市教会 转型过程中的冲击 冲击的双方 一方面是教会的元老 在我们中间 有很多的元老 早年开拓教会 年长的牧者 另一方面呢 这是相对年轻的 知识层次较高 属灵诉求越来越多的同工 表面上 牧者与同工之间的冲突 都是因着同一个问题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背后所牵涉到的问题 却要生成的多 这里面有教会 在转型结构中更新的问题 也有教会转型中 人的观念需要改变的问题 所以这次我就想 来跟大家讲讲心理的话 教会转型 面对的冲击和更新 在分享这个话题是 我们先要说明 在教会的主题结构上 圣经留下了相当大的 可以讨论的空间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 在新约教会 差不多同时指向一个方向 就是会众集体治理 并有多位执事 辅助多位长老 领导的组织架构 我们在使徒形状中看到 圣灵为了将福音的信息 带进没有受割离的 外邦人中间 特别预备了 与耶路撒冷不同的 以外邦人为主体的 安提亚教会 安提亚是当时世界 第三大都市 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 所以安提亚教会 在一开始就具有 大都会的性质 这一点与我们今天 许多的城市教会相像 首先我们看到 安提亚教会的 他们的领袖团队的成分 就具有典型的城市文化特点 这与耶路撒冷教会 有很大的不同 在安提亚教会中 大家还应该记得 有五位的领袖 一位叫西面 大家想一想 跟我们像不像 他的初号叫尼杰 大家之所以称他为尼杰 不仅是因为他皮肤长得黑 而且也是指着他是一个 在罗马社交圈里 非常活跃的分子 这好像今天就在你的教会中 某个社会的知名人士 在你的教会中参加服事 有没有这样的教会 有 有一个叫陆球 他是来自北非古利纳人 他很可能就是一位黑人 是一位早年到大城市来 讨生活的打工贼 打工妹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今天也在你们教会中服事 也有一个叫马念 他出生贵族 从小于封封王的西律王 在一起长大 师父就是你们教会里面的某个官二代 有没有这样的人 去年我们就有不少的官二代 在我们东间 爸爸都是大大有名的 还有扫罗 他是一个在拉比学校 受过严格训练的犹太人 好比你们教会有一个有名的学者 或者教授之类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也有 还有一个就是巴拿巴 这是从耶路撒冷母会被猜浅而来的传道人 代表着传统的基督教家庭 好比你们教会里有三代的传道人的后代一样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们的爷爷 爷爷可能也是传道人 也有这样的人 显然 安提亚教会的领袖的不同的背景 不仅代表了该教会的城市大多位性质 也为安提亚教会成为一个国度连接性的教会 创造了条件 至于我们今天 城市教会的同工 大多都来自四面八方 非常的相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想过没有 这显然是上帝亲自的安排 伟大的作为 阿们 在你们教会中 你觉得很大的复杂 但是上帝有他的预备 当我仔细地观察安提亚教会的时候 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 安提亚教会的领袖团队的成员如此的不同 他们吵不吵架 两个月前 我碰到了一位我们使团十几年前的一位老朋友 我们走了十多年在美国 我们在加拿大两个人一起带一个下令会 当他再次问起我们过去的一些情况的时候 他结果还是给我们那几个人贴了标签 所以我一边听一边觉得感谢上帝 终于把我们这群人带出了埃及 要不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华人牧者团契 也不可能在香港有这么国度性的联接的聚会 不可能的 我们可能还在埃及 还没有进到迦南 我强起了一个笑话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曾经试验猫狗同龙 放在一个笼子里是否合得来 结果可以啊 好 结果这还不算 于是他又放进了一只鸟 放进了一头猪 放进了一只羊 结果经过了一些调色以后 他们五位也能相安无事 然后呢 他把一个进行会的会员 一个长老会的会员 一个天主教都放在一起 结果如何呢 你知道吗 三个人很快同归于尽 没有一个是活着出来的 我在想当我们太过高举 教义性的真理 并希望靠着正确的教义 来维持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不再视我们自己 为门恩的罪人 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 把不同于我们的人 对他们表现出亲密和冷漠 中国城市教会的兴起 是近十几年来的事 因着城市文化的特点 城市教会的形态和结构 变得极为的丰富 除了原来一些 由老船那龙带领的 比较封闭的传统的家庭教会外 目前有民工教会 有城乡结合部的新市民教会 有海归教会 有学生教会 有年轻的职业人士 围组的白人教会 有各种城风混杂的社区教会 有行业人士教会 有同乡教会 我可能还没取清 你下面可能为自己 可能有一个新的划分 今天城市教会大多小而分散 几十个人一坨 许多教会的地点 就在牧者的家里 而在组织形态上 大多数牧者一人负责制 即所谓的家长制 主教制 其他的同工 只是佩搭和辅助 但是当教会的声量 渐渐长大 无论是牧者的心声 或者是聚会的场所 都不堪重负的时候 当教会所在当地的文化 会中的教育背景和属灵的年日 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候 我看到教会的组织架构 也在相应的出现变化 有一些的教会就会开始有一个牧者一人负责制 渐渐地变成同工团队负责制 从主日的派工制 渐渐变成堂会牧养制 甚至有几个堂会 就会出来相应的几个相对独立的 负责牧养带领的牧者 在这里我并不评判 今天城市教会采用哪个组织形式更好 即使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 神在这个教会 能够使用集权式的领导模式 在那个教会 也能够使用集体式的领导模式 我刚才说了 好比十几年前 我在第一个教会 因为属灵的生命 大家还是非常的稚嫩 他们还站不起来 我即使给他们有托付 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承受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 我不得不扮演一个 属灵的父亲的角色 那不是我的成熟 乃是他们太过年幼 但是今天呢 我所牧养的教会 因着弟兄姐妹的竹里的年日 以及长子同工的灵命的成熟 在他们中间 我至多只是一位兄长 今天我想说的是 神的国度要拓展 神的教会 当然也要有所变化 而我们所带领的牧长同工 要位与筹谋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不少的城市教会 在转型中出现了激烈的冲突 有的甚至出现了恶性的分裂 我想当神有一天要加添我们教会的声量的时候 我们因为有了早一步的看见和预备 不仅教会自身能平稳过渡 也能与其他的教会有更好的国度性的连接 现在我们来看看安提亚教会这个城市教会的组织架构 我们刚才问安提亚教会的领袖 他们在里面吵不吵架 我看是没有 但是有啊 在宣教路上谁吵架了 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争论过 我看到安提亚教会好像没有谁真的做老大 我不是在这里自夸 我们北美大陆施工使团 这些牧者能走到今天 回头看 其实就像一个安提亚教会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站起来 很多人会把我们当作一个明星 但是我们只要合在一起 我们却是彼此遮盖 彼此推浪 彼此隐藏 彼此成全 我们一台人走在一起就是一个见证 在北美很少有一个聚会 他们可能只是两个主题讲员 但是你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单章上 可能有十个牧师 同讲一个主题 没有明星 彼此遮盖 彼此隐藏 不用说了 站起来 就是一个见证 刚才我还跟唐凯牧师说 我们两个好像都是老搭档 他说你上台的时候就中炮了 我说唐凯牧师你知道 我在前面中炮为的是掩护你 他个子很高 是我们中间说世界观最高的 所以我往前冲锋的时候 他就掩护他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 我说过了 今天这个时代不缺少大卫 缺少的是谁啊 约拿丹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约拿丹 就不可能有大卫 你们教会为什么站不起来 就是没有约拿丹 今天在这个地方有多少约拿丹出来 就有多少个大卫 阿们 问题是你愿不愿首先 做你旁边的那个同工的约拿丹呢 十多年来我们使团之间没有明星 也从来没有以个人魅力来作为领导 大家看安提亚教会的领袖团队 首先是由众长老组成的 教会的重大决定 大家一同参与 保罗虽然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使徒 但他仍然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 他的排名是五个人最后的一个 而保罗踏上国度性的宣教 这是经教会的众长老 大家一起按手拆派的 保罗的服饰从来不是独立的 他也和我们一样 在侍奉的间隙 需要有安息和修正 需要有背后的支持 我看到他前后三次游行步道 每一次都是重新回到安提亚 修正以后再出发 所以保罗他也一直负责 向安提亚这个属灵的团体交账 当然最后能够使安提亚教会同工团队 合一的保证 那是因为圣灵的介入 神从来是安提亚教会的中心 是教会领袖一起来寻求跟从的对象 大家可以想一想 保罗本来是为着安提亚教会的需要 被巴拿巴好不容易请来的 但最后结果怎么样 连巴拿巴自己都被拆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 本来人不够 巴拿巴说好 我去叫一个大将来 保罗接下来了 连这个叫他的大将也被拆出去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圣灵从来没有提到 安提亚教会有多大 他与上万人的耶路撒冷母会比起来 一定要小的很多 但他在神的手中 却是一个不断地连接众教会的 不断地向外扩展的 国度连接性的教会 我看到那个时代 竟然没有一个教会 与安提亚教会没有连接的 神在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 甚至在教会历史上 华时代的耶路撒冷大公会 大公会议就是神借着 安提亚教会做成的 这样看来 国度连接性的安提亚教会 才是 是不是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 刚才 陪克他在讲说 他们的教会只有二十几个人 做多大的事情 逐渐的教会也只有几十个人 你不要看他站在这里很高啊 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啊 但是可以做国度连接性的教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为什么因此这样神就把宣教的中心 最后从耶路撒冷教会 转移到了安提亚教会 我们能不能对你旁边的同工说 你们是安提亚教会 祝福他 你们是安提亚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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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句话我在倒过来说 你拍着胸说我是安提亚教会 那可是要有力量的啊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当手放在心上的时候 我们是跟上帝来立约了 教会的属灵建造 其中的一个指标 那就是是不是有国度的连接性 如果有 那安提亚教会就是我们的榜样了 我举这些圣经上的事例 为的是要说明 神为了赢得整个的外邦世界 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 促使他的教会转型 以便适应神的国度不断扩展的需要 原来神在数千年前 在教会的处在历史上 就已经把这个启示明明地告诉我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